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 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 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 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 由于干部没有经验对于战略退却不相信 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初期 第五次反围剿的整期 在这个问题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 第一次反围剿时 由于第三路线的影响 干部的意见在没有被说服之前 不是退却而是进攻 第四次反围剿时 由于军事冒险主义的影响 干部的意见是反对准备 第五次反围剿时 干部的意见开头是继续军事冒险主义 反对诱敌深入的观点 后来是变成了军事的保守主义 张国焘路线不相信在藏人和回人地区 不能建立我们的根据地 只待碰壁后方才相信 也是实力 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须的 失败却是成功之母 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须 如果样样要带自己经验 否则固执己见居不接受 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 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少的